粉丝提问,如果三级套只在空头刷新会发生什么? 在绝地求生端游就是这个设定 手游改成了满地图都刷新三级套 如果像端游一样,三级套只在空头刷新会如何呢? 1. 弹挖具大加强 三级套指的是三级头,三级甲和三级包 其中三级头的作用是最大的 因为它能阻挡98k,墨西纳干和M24一枪爆头秒杀 戴上三级头,它们就秒不了人了 可现在三级套只在空头刷新,空头是极少的 大多数玩家只能带二级头 二级头会被单发具玩客,所以单发具是大加强 2. 空头更有吸引力 和平间中的空头吸引力已经很低了 因为只有几把空头枪还有吉利服能够吸引人 虽然里面必刷三级套,但大多数玩家搜地图都能搜到 所以很多人对空头里的三级套并不感冒 可现在三级套只能在空头刷新 那抢空头的人必会大大增多 毕竟三级套和二级套的区别是相当大的 有了三级套会更容易吃鸡 3. 玩家之间的差距会被拉大 这样一来,普通玩家和大神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普通玩家抢不到空头,只能穿着二级套 而大神能抢到空头,穿着三级套 本身大神技术就厉害,还有高级装备支持 最后的吃鸡率肯定会更高 不知道小伙伴们觉得这个设定如何呢 好了,我们下期见哦